周五最让人期待的动画当属魔女之旅 一部看起来是旅游番 实则算是刀子蛮多的治愈番 在上一集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还算欢快的故事后 最新话就给了小编一个迎头重极 最新话的标题叫做逆流的悲伤 听名字就知道本集的基调就不会让人感觉到欢乐 下面就和小编一起看一看本集究竟如何让人治愈吧 与动画开幕 依蕾娜依旧和往日一样先次恋一番 因为没有钱而露宿街头 结果非常巧合的发现了一份需要魔女做临时工作的高薪招聘启示 所以为了钞票的依蕾娜就顺势去到了招工人的家 这行为让人看了不经意就露出笑容 不愧是你伊蕾娜 招工的也是一位魔女 叫做军医魔女埃斯特尔 比伊蕾娜早一年成为魔女 算是伊蕾娜的前辈 虽然两人一见面就有互对的苗头 但是在埃斯特尔拿出一袋可以让伊蕾娜震惊一整年的金币后 以后伊蕾娜爽快的接受的埃斯特尔的委托 其实从拍幕到两人的见面过程都是比较欢乐的 基本上让人察觉不到刀子的痕迹 但是后面在埃斯特尔向伊蕾娜介绍具体的工作内容时 才渐渐的展现出一些苗头 埃斯特尔的目的是回到十年之前拯救自己最好的朋友 二丁目杀人魔瑟雷娜 埃斯特尔与瑟雷娜小时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埃斯特尔为了成为魔女外出留学 而瑟雷娜家里因为小偷入室偷盗 把瑟雷娜父母给杀死 因为父母死亡的瑟雷娜心里出现了问题 所以才成了杀人魔 逮捕病主刑瑟雷娜的正是埃斯特尔 因为手刃了最好的朋友 埃斯特尔心中一直非常的愧疚 所以希望能够拯救自己最好的朋友 他用了五年的时间研究时间魔法 想要回到十年前阻止瑟雷娜家里的惨剧 从而拯救自己的好友 虽然改变的过去会重新生成一条时间线 但是埃斯特尔觉得另一条时间线上的好友 得到拯救就能够让他解开心结 而真正的悲剧也正是来自这场拯救好友的行动 回到过去的埃斯特尔见到了自己的好友 和伊雷娜按照计划将瑟雷娜的父母带离了家中 然而事情的真相却是 杀死瑟雷娜父母的正是瑟雷娜自己 原来瑟雷娜的父亲对他经常动手动脚 而他母亲因此迁怒于他 经常虐待瑟雷娜 导致瑟雷娜的心理已经扭虚 所以他会动手杀掉自己的父母 并且以此感到畅快 而且他也因此喜欢上了杀人的感觉 而更为悲伤的是 用了五年时间研究魔法 抽血积累魔力的埃斯特尔 被自己愧疚想要拯救的好友捅刀子 在瑟雷娜的眼里 埃斯特尔完全就是路人甲的级别 伤心欲瘸的埃斯特尔 用自己关于瑟雷娜的记忆换取了力量 再一次将瑟雷娜处行 没有能够阻止埃斯特尔的伊雷娜 再回到了现在后 放弃了优厚的报酬 对自己履行的意义产生怀疑 对自己的目标产生了动摇 甚至可以说是绝望 只是一个普通的魔女青涩又无能为力 无一不反映朱伊磊娜内心的无力感